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我对耗子说 行了 你的卧底任务结束了 回到道具里领一些人奖金吧 耗子笑嘻嘻地说 谢谢聪哥 不过我立马就撤 黑帽帮肯定会怀疑我的 我再多换几天 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 我叮嘱了一句 那你自己多加小心 看耗子这红光满面的样子 我就知道他的卧底生涯 过得很滋润 毕竟不是搜集犯罪证据 完全没有压力 和耗子分别之后 我给王达力打了一通电话 说晚上要验尸 把我的东西烧过来 然后去了一趟公安局 把情况告诉黄小桃 在局里待了一会儿 六点钟的时候 王达力来了 我们三个人吃过晚饭 黄小桃让我们上车 王达力一头勿论地问 不是要验尸吗 我神秘地说 不在局里 在另一个地方 要是告诉他是殡仪馆 这小子估计半路会逃掉的 殡仪馆建在市郊 以前那里是一片乱葬岗 解放后提倡火葬 才兴建起来的 据说此地怪事频发 曾经有个司机 半夜拉了一个客人 说要去殡仪馆 司机原本不愿意去那里的 对方提出加钱 才答应在他 到地方之后 客人突然不见了 车上只留下一大明朝 还有一次 一个长途司机路过这里 下车方便 突然中围起了一层大雾 雾里有一行 古代的宫女太监 打着灯笼 护送一个老太太 从殡仪馆里缓缓走出来 所有人都面无表情 司机吓坏了 回家就一病不起 家里请来一位大仙 大仙做了一场法事 说他冲撞了过路阴灵 必须去殡仪馆磕头烧香 病才能好 司机来到殡仪馆一打听 原来几天前 有一个老太太 筋脏病发去世了 儿孙给烧了许多纸人 那些纸人和他那晚看见的大灯笼的宫女太监 几乎是一模一样 随着车越开越偏僻 王大力有些坐不住 不停地问我 宋阳 我们到底上哪儿啊 眼看快到了 我才说 禀仪馆 王大力慢慢张大嘴 突然叫道 让我下车 让我下车 黄小桃鄙视的从后视镜瞥了他一眼 瞧你那尿性 是男人吗 王大力哭丧着脸说 你们去殡仪馆就算了 还深更半夜去 照刺激呢是吧 那地方闹鬼 你们不知道吗 我说 这次情况特殊 这个诗必须得偷偷演 而且非我不行 五座验尸不留痕迹 不会被黑豹帮发现 要是法医在尸体身上动刀子 黑豹帮看见之后 肯定又是一场火拼 我不禁想 挑拨两帮有矛盾的黑社会 真是太简单了 其中一方使坏 不要暴露身份 他们自己呢 就会去找另外一方干起来 王大力忧心忡忡地说 万一咱们在里面 撞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可怎么办呢 而那句话 鬼不会伤人 要实在害怕的话 就先回去吧 这都已经到郊外了 王大力朝床外看看 叹息说 贼船都上了 你才说 我只能舍命陪君子了 晚上的殡仪馆一片漆黑 惨淡的月光 照亮南江市殡仪馆几个大字 外面只有一盏 孤零零的路灯 黄小桃在附近把车停了 我们来到正门前 用随身携带的铁丝把门捅开 推开门的时候 门轴发出吱的一声响动 吓得王大力滋溜一声 窜到我的后面 黄小桃急笑说 这就怕了 他打开手机上的照明灯 我叫他把灯放低一点 因为晚上可能会有人巡逻 被瞧见就不太好了 毕竟我们没有正规的查案手续 三个人的脚步声 挥荡在静静的走廊里 我们来到一间停尸间的前面 从门上监视窗 能看到里面一张张床位 床上覆盖的白单 能看见一个个人形的轮廓 有些床位是空的 王大力吞颜一口唾沫说 这么多死人啊 外戚中有一个诈尸 可怎么办呢 我笑的 你不是胆小吗 别乱联想好不好啊 越想越害怕 我也不知道 黑宝帮老大在哪个停尸 只能进房间挨个床位查看了 王大力就在门外等着我们 这里的尸体是五花八门的 有的刚死不久 有的死了很久 我看着还有点小兴奋 据说国外有一个尸体农场 把各种尸体放在一处观察腐烂过程 在国内也只有殡仪馆 才能大保一番眼福了 黄小桃虽然死人见多了 但一下面对这么多死尸 还是有些不适应 他悄悄拉着我的手 黄小桃的手又滑又凉 他对我笑了一下 你的手好温暖啊 让我心里甜甜的 死尸里面有一些是横死的 搅动意外 跳楼什么的 殡仪馆有一体美容师 把他们给美容了一下 我看见一具带着假鼻子的尸体 就说 这鼻子好奇怪啊 黄小桃解释说 可能是跳楼的时候脸着地 把鼻子拍霉了 后来又给安上的 王大力在外面说 你们俩别研究了行吗 我一个人站这儿害怕呀 我挥了挥手 那你进来呀 里面更害怕 黄小桃突然惊叫了一声 苏阳 你后面有人 回头一看 什么也没有 黄小桃捂着肚子笑 原来他是故意在吓唬 王大力的 我低声责备他一句 喊了几声 王大力没动静 以为他吓晕了 出去一看 王大力蹲在墙根 用手捂着胸口 眼泪汪汪的问道 是真的吗 我说黄小桃逗他呢 王大力用哭腔说 小桃姐姐 别开这种玩笑行吗 我差点冲过去了 我错了 我错了 回去请你喝饮料 我一抬头 突然看见 祖廊尽头 有个人影飙过去了 从身形上看 像是个女人 披着头发 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大褂 一直垂到脚步 就这么无声无息的 飘了过去 我脸上的笑容 顿时收敛住 黄小桃问 聪阳 看见什么了 我怕说出来 吓到王大力 就说 没什么 王大力 你还是跟着我们吧 不不 我不进去 我和黄小桃 继续进去找尸体 停时间很长 从这头到头部 有五六米远 当我们一行 查到头的时候 听见王大力 在外面说话 他说 小桃姐姐 你咋出来了 宋娘呢 我和黄小桃 交换了一下视线 黄小桃准备喊 我立刻嘘了一声 别 会吓死她的 王大力还在说话 小桃姐姐 你去哪啊 上厕所吗 要不要我陪你啊 王大力没开手机 他没有像我这样的 夜视能力 不知道 在黑暗中 看见了什么 错人错事 黄小桃 我拍拍黄小桃 赶紧到外面去 王大力 一看见黄小桃 就呆住了 你怎么在这啊 那我刚才 是和谁说话呀 我还想问你呢 王大力突然手无足蹈 这吓出歇森底里来了 然后发出一声 又长又尖的叫喊 见鬼了 他叫完之后 呼着说 羊子 我想回去了 我安慰他说 你别想多 鬼伤不了人 记住这句话就行了 你还是跟我们一起吧 王大力念头着 鬼伤不了人 跟我们进了下一间厅时间 路上不停地回头张望 我问他干嘛 不停回头啊 他说 我怕后面有东西冒出来 留点神 总不会错的 我一阵想笑 越胆小的人 就越爱联想 这时候 王大力身后的一张床上 一个人 慢慢坐了起来 身上的白北丹 慢慢地滑落 露出一张苍白的脸 我和黄小桃同时 瞪大了眼睛 购买阴间审探VIP版本 每天至少无机更新 尽快完结 在喜马拉雅 直接搜索阴间审探VIP 就可以找到购买 希望能支持一下正版故事 感谢你们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上的微信号 来咨询我 祝收听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